我是主持人可欣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指数层面的一个情况啊 A股三大指数今天是集体上涨 截至到五盘呢 互值涨1.17% 深层值涨2.15% 创业板值涨3.34% 北镇50指数是上涨0.94% 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量啊 交易量量能这方面呢 互深两市的交易额是10864亿元 较上日放量是3121亿元 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 板块方面量子科技 铜缆高速连接 证券贵金属 算力等板块是涨幅居前的 那银行公路铁路运输等板块是跌幅居前 那以前我们的一会老师来帮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的行情 好的啊 感谢我们的可亲 我们看到今天啊 整体市场走出一个高开震荡走高线的行情啊 盘中一度突破3090点 同时一度突破年限 那么年限的点位是在3089点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整体市场的一个分时结构图吧 从上证指数这块我们看到走出一个高开之后的震荡 走高线的行情啊 非常的一个强劲 尤其是多数个股是以反弹为主 接着收盘 我们看到上证指数上涨1.17%以及我们再看一下升成值也是大涨2.15% 同时我们再看一下创业板指啊 在今天表现也是不足的达到3.34%一个上涨 可以说时隔多日啊 上证指数和升成值啊 两次加在成交额突破了万亿以上的成交额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 也就是蓝颜色是250均线 我们在前期重点强调3100点 仿佛是一个天然的屏障 在上周四的时候啊 是银行保险证券板块上市了3100点 那么突破之后走出一个冲高回落 今天没有走出一个冲高回落 反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收盘点位是在3088点 64点还是在低于前期我们强调观察的点位就是3089点 这个位置去年的11月21号 同时我们再看一下今天从整个的北向资金啊 再次形成一个放量进入了多少呢 224.49亿啊 持续的买买买买买 因为在昨天我们看到整体的美股市场 形成一个大部分的沙跌 那这个沙跌呢 主要是授予于一季度公布的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是增幅是1.6%低于市场的预期 所以说形成了一个下行 也就是降息会延后啊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 其实在昨天我们也看到像中概股表现还是不错的 包括我们看到目前的恒生指数也是大涨达到2.18% 同时我们看一下今天涨幅剧前的是什么 首先就证券板块了 对吧 大涨达到6.11%啊 这是一个放量 一定要留意一下 这个量呢 这一个板块吸金就达到516.8亿啊 其实我比较担忧的是什么 就在后期有没有一些接续的关于证券板块利好消息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量能达到500亿以上的时候 其实是形成了什么 一个高点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在2月的28号533亿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在历史上达到500亿以上的 基本上都是一个高位 我们看一下这一天吧 这一天是在11月6号 对吧 然后第二天我们看到形成一个冲高震荡 第三天就开始形成一个震荡回落 就是它的持续性并不强 在500亿以上 那么在这一天 其实历史比较告诉我们什么呢 8月4号走出一个冲高回落 在今天早评的时候 其实我比较担忧的是什么 整个证券板块会复制什么呢 冲高回落 或者说是什么高开低走 索性今天没有走出一个高开低走 但是今天的量能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 500多亿啊 可以说是近期的峰值 能不能突破这个平台 也就是这个跳红缺口 以及能不能突破我们所说的年限 那么这个其实很关键 因为上证指数已经触碰到年限 同时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另外一个上涨的是什么 房地产板块 对吧 房地产板块今天形成一个放量上涨 还记得我们在近期强调的是什么 如果说指数形成一个上行 那必须有板块带动 那板块带动 在历史上看一下 这个去年的7月份开始 7月25号房地产和证券形成上涨 这俩是个组合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包括这个阶段 其实房地产和证券也是一个组合 那么在今天的话 房地产和证券仍然有一个组合 那么我们要再看一下的话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证券板块在这个阶段 属于什么超跌品种 跟大家讲一下 它并不属于说在这个位置持续拉抬 这是其二 我们再看一下房地产板块 其实也是超跌 好了 今天上上什么 通讯设备板块 在近期其实跌幅和跌速也是比较多的 也是属于什么超跌品种 包括我们看一下多元金融 还有什么呢 软件服务 以及我们看一下传媒娱乐 这些相对而言TMT人工智能端 还有有色板块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今天是什么 形成一个震荡走高 唯一在本周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什么呢 就是在石油石化板块也好 包括有色板块集体下杀的时候 今天是一个上行 那么同时我们要关注一下什么 今天的下午 石油石化板块 我们可以看一下走出的是什么 其实在下午的时候 一点半左右是一个震荡下行 不再拉抬指数 对吧 而且我们看一下什么 它走出一个放量 一定要记住 就是石油石化板块 走出一个放量的冲高 回落的一个走势 另外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 银行板块 银行板块今天全天是一个低开之后的 震荡走低性的行情 而且是什么 要看一下量能 是一个放量的一个走势 对不对 包括我们再看一下煤炭 对吧 放量下跌 以及交通运输 昨天还涨网拒钱的 今天又跌网拒钱 对不对 以及仓储物流 昨天我们也强调过 这都是什么 近期没有涨的超跌品种 还有我们再看一下什么 运输设备 这也是昨天涨网拒钱的 好 电力 我们看到近期连续带动指数上行的 属于高红利板块 分红的 高股息的 对吧 我们看一下水物 好 我们再看一下钢铁石油 这些的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整个这个市场形成的什么 放量上涨 大部分的板块 包括像什么 半导体 对不对 前期连续下跌 今天形成什么 终于放量上涨了 对不对 包括我们很多投资者说持有的证券板块 有没有证券 说挣钱的 其实 证券板块 挣钱的比较少了 好了 我们总结一下本周的行情 本周一和本周二是一个震荡下行 对不对 多数个股是以调整为主 很多投资者也预期会不会继续下行 那个阶段我也重点强调 我们看看的是什么 如果方向选择向下 那么我们要看跌破3000点之后市场的选择 这是其 其二 如果方向选择向上突破的话 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 突破3000一再说 对吧 市场现在而言既没有跌破3000点 同时也没有突破3100点 我们怎么可能说 就这个位置坚定看涨 或者是坚定看跌 我们重点是什么 轻指数重板块 重个股 这是我们重点强调的 对不对 所以说来讲的话 包括我们在近期的早评 大家应该有印象 我们重点强调是什么 一定要仔细看一下 从均线端 我多次强调过 均线年和必有突破 对吧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5日均线 10日均线 20日均线 30日均线 包括60日均线 目前来讲的话 均线年和必有突破 要么向上突破 要么向下跌破 如果向上突破 必须要放量 这是我们在近期强调过 我们看到周三和周四什么 两市加在一起 不足8000亿的情况下 今天终于重新回到了 万亿以上的水平 那万亿以上 主要是两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 也就是我们刚才重点强调过 去年的7月份 拉抬指数的是什么 证券板块 房地产板块 对不对 包括在10月份 证券和房地产 也有一定的配合 所以说今天放量的 第一个就是证券和房地产 是放量上涨 但是要知道 今天的银行 煤炭 以及像电力板块 包括像公共事业 公共交通 这些属于什么 放量下跌 尤其要注意一下 银行是放量下跌 以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石油石化板块 是放量下跌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其实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 今天有一定的超跌反弹 像TMT 人工智能方向 今天是超跌反弹 对不对 也就是今天真正 其实我们看到 大部分的 包括证券 房地产 通讯设备 传媒娱乐 软件服务 以及我们看到 多元金融 半导体 元器件 这些都是超跌 我无法想象说 这些超跌品种 它的一个持续性 这种持续性 我并不认为 能够连续拉抬指数 突破3000亿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们在近期强调过 你可以重点关注的什么 有色金属类的 这也是我们近期持续 可以说是进场的品种 尤其在本周 我们重点总结了 一季度 这些大的机构资金 尤其是公募为首的 主要进场的是什么 白色家电 还有有色金属类的 所以说吧 目前一个是在于 四月底 有政治局的会议 所以说这种预期 会不会什么 加强了整体市场 那个看多的气氛 这其二 当然我们所说的 五一节之前 整个而言 四天都没有放量 今天唯一放量 而且没有突破3000亿 我认为指数这端 我还并不是坚定看多 但我也不是坚定看空 因为也没有跌破3000点 这我是多次强调过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来讲 下一周我们还是要看量 就剩两天的交易日来讲的话 五一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市场那个表现吧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 轻指数重板块 重个股 我们等待市场下一周的开盘 以及我们要关注一下 周末的消息面 谁也关注我 我们在周末的时候 我们会更新周平 我们下期视频 来说这个好了